很难想象这一条美丽的安农西早期是又张又臭又长泛滥 而这些年经过地方的努力 安农西的美名已经享誉各地 而且也发展出各项的运动赛事 包括马拉松 公园高尔夫 清廷 激流 以及泛舟等等 物园巨邦 在地生根17年 首场走毒计划是以等会K 也就是安农西来作为在地故事的创作题材 透过戏曲说着当年等会K发生事 电会K是怎么会变一条给你拍这两边呢 你们这次来看我们的演出后 你对这条等会K跟安农K的连结 你的状态印象又会更浅 因为看起来很出味 看起来很无味 所以一定要来看起来 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介绍到 我们三星乡大秋春的传民 以及丹山乡康穴的传民的故事 诶 知识说这个故事会当演 所以我们过程物源巨方 我都要来做一个不一样的设计 这次是我们的第一部曲喔 丹会K在我们8月17号 7月6月3点开始 8月17号走读丹会K的行程分为喝茶听公告 以及走读丹会K还有丹会K歌仔戏 时间是从下午的3点到6点 三个小时让你有吃有喝还有戏可以看 报名完成者前100名来到现场的乡亲 还可以获得一份价值不菲的神秘礼物 很感动我个人要准备100分 让我们这些观众朋友来 就先提一个领众品的团 100名先来的人 先领 领完为止 那才会给大家700个 我们大家的乡亲 你们如果觉得你们的故事 是要给他们好 天然家里让越多人了解 请你们可以来找乌远巨方 我们会帮你们量身打造喔 谢谢 团长简玉玲跟执行长林文守 虽然不是宜兰人 但来到宜兰爱上宜兰 也投入全部的信力 来认识宜兰这块土地发生的故事 走读计划以点为K作为起点 也期待你能看见他们的用心 可以来邀请乌远巨方 为你家乡量身打造走读在地的故事 宜兰新闻记者来下午才报报道